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汤文俊从六岁开始学跳舞的原因竟然是为了矫正驼背 毕业典礼的时候在跳3D舞 全班都有跳 再帮她换衣服 老师就问了 说这个女儿是谁的 我说是我的啊 她说她全身都是跳舞戏班 我说她长得不好看头背 老师说头背啊 跳舞就好 无心插流学习舞蹈的汤文俊在15岁那一年展开人生的第一场冒险 被父母送到英国伦敦学芭蕾舞 我只是以为他们只是在想而已 没想到两个礼拜后我就被送出国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他们比我勇敢一点 他们比我有远见 适应了环境后 汤文俊到伦敦当代舞蹈学院主修现代舞 22岁取得表演艺术硕士学位 也在这一年 汤文俊在竞争激烈的伦敦百老会展露头角 参加音乐剧《国王与我的》巡回演出 2005年12月 他在世俗王的玄角饰演 将近400名以欧美非地区为主的舞者中 以出色的舞艺脱颖而出 我第一次考我就考上了 但是我有一个同学他考了六四 最后才考上 考的时候他就跟你讲说 不是你不好 而是没有那个需要 《狮子王》全剧一次演出两个半小时 对舞者的体力负荷非常大 光是扮演羚羊 母狮 土狼 就要穿戴不同的服装道具 快速化上不同的装 你每个角色都要学 那因为唱歌的人他不太能动啊 他只是这样这样子 所以我们跳舞的人一直在换衣服 一直在换衣服这样 所以一个晚上可能要演12个角色吧 羚羊呢 我们很可怜 我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狮子王》羚羊的照片 就是你手拿 手上拿了两只羚羊 头上还带了一只羚羊 那虽然他们都是太金属 就太公说了 所以很轻嘛 可是问题是你这样子动也还是蛮重的 而且头上呢 那个头哭一只羚羊这么大一只耶 所以你头又要这样子动 羚羊才会有跳跃的感觉嘛 所以刚开始我都觉得在拉平你知道吗 这就是在伦敦的《狮子王》剧院 演出前舞者们在后台的准备画面 也首度在镜头前曝光 所以他们在化妆 他们是第一次 Dress Rehearsal 是另外一个 嗯 嗨温 嗨 提示一下 来吧 看她 我老头是別人 为什么 我不是属于 你不是属于 对我 我必须是 我伤心 我略文 她看着很温暖 我 我爱你 威力 虽然 我爱你 我爱你 在国外人高马大的舞者群中 汤文俊用自己惊人的能量 感染台下观众 我觉得你的那种 Energy不一样 观众就会感觉到 这个人比较亮眼 虽然我是最矮的那一个 我爸爸妈妈来看我表演 我就说你不用担心你找不到我 因为我们都穿长衣服 其实面具戴起来 道具戴起来 你其实都不认得是谁 不过你就看那个最矮的 那个就是我 根据何渊狮子王的舞者 全年要演出384场 几乎天天演出 如何保持高水准的表演 真的是很大的考验 因为有些时候你东西做久了 你就会开始觉得无聊 第一点 第二是你身体 就已经开始受不了了 因为我每天跳每天跳 那你每天都用同样的肌肉 用过度的时候 其实就算你的意志力 讲说可以的话 你的身体都已经不行了 那我觉得 可能是我自己 可能使命感重了一点吧 我就会觉得说 我会想到说 如果是说那个观众 是第一次看歌舞剧好了 那如果我跳得很烂 我是都毁了他 对歌舞剧的印象 对啊 所以我会觉得说 我会尽量就是 我会尽量把我自己做到最好 狮子王剧团要求舞者 具备古典芭蕾基础 还必须有马沙·格莱姆 现代舞 及非洲加勒比海舞的技巧 作使条件很多 但想加入狮子王演出的舞者 还是如过奖之际 我在这样子一个欧洲的国家 这个全团都是黑人的剧 我是东方人 我觉得蛮荣耀的 现场感受到后 我才知道说 真的他很勇敢 我一直在那里 一直感到很不敢 如果没去看到又不知道 对啊 可是我觉得很坚强 对 他很坚强 我一直发现 你习惯了 你就不会觉得那个是辛苦 我觉得 对 他是狮子王音乐剧上演以来 第一位台湾舞者 他完全不只在国际舞台上 用肢体感动观众 也舞出人生的美梦 我真的很高兴 如果能够在英国见到大家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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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